分享成功的思想,照亮人生的方向 大家好,我是小叶 不抱怨的力量有多大 美国有一位作家在打车时 无意间乘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 司机穿着整洁,车里也很干净 他刚作文,司机就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 卡片上写着 在有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解 最安全,最省钱的宋达目的地 看到这句话,作家眼前一亮 心想,这个司机真是与众不同 这时司机开口了 请问,你要喝点什么吗 作家更诧异了 问道,你的车上难道还提供饮料吗 司机微笑着说 是啊,我提供咖啡和各种饮料 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 作家兴致来了,问道,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 司机从身边的保温杯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他 然后又递给了作家一张卡片 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 作家更是觉得,这辆车太特别了 于是他没有看报纸也没听音乐 而是和司机聊了起来 途中,这位司机还善意地提醒作家 临目的地还有条更近的路是否要走 作家觉得温馨极了 于是他好奇地问司机 为什么你的车费和其他人收取的都一样 我坐别的出租车 司机都是抱怨堵车 抱怨收入 而你为何这么喜悦 而且还提供这么周全的服务呢 司机回答道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像其他人一样 喜欢抱怨 糟糕的天气 微薄的收入 堵车严重的一塌糊涂的路况 每天都过得很糟糕 直到有一天 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 不抱怨的世界艺术中的观点 说到 如果停止在日常生活中的抱怨 能让任何人走向成功 我突然明白 我目前糟糕的情况 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 所以 我决定停止抱怨 开始改变自己 第一年 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 收入就翻了一倍 第二年 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 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 并对他们进行安慰 这让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 第三年 也就是今年 我让我的出租车 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 五星级出租车 除了我的收入 上涨的 还有我的人气 现在要坐我的车 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 而您 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 抱怨不如改变 抱怨命运 不如改变命运 抱怨生活 不如改善生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费斯汀格 有一个著名的理论 生活中的百分之十 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 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 如何反应决定 也就是说生活中 有百分之十的事情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 却是我们能掌控的 这被人们称为费斯汀格法则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卡斯丁早上起床后 洗漱时 随手将自己的高档手表 放在洗漱台边 妻子怕被水淋湿了 就随手拿过去 放在餐桌上 儿子起床后 到餐桌上拿面包时 不小心将手表 碰到地上摔坏了 卡斯丁疼爱手表 就照儿子的屁股揍了一顿 然后 飞着脸骂了妻子一通 妻子不服气 说是怕水把手表打吃 卡斯丁说 他的手表是防水的 于是 二人猛烈地斗嘴起来 一气之下 卡斯丁早餐也没有吃 直接开车去了公司 快到公司时 突然记起忘了拿公文包 又立刻转回家 可是 家中没人 妻子上班去了 儿子上学去了 卡斯丁要是留在公文包里 他进不了门 只好打电话 向妻子钥钥匙 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家赶时 撞翻了路边水果摊 摊主拉住他不让他走 要他赔偿 他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摆坡 但拿到公文包后 卡斯丁已迟到了15分钟 挨了上司一顿严厉批评 卡斯丁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下班前又因一线小事 跟同事吵了一架 妻子也因早退 被扣除当月全勤奖 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 原本夺冠有望 却因心情不好 发挥不佳 第一局就被淘汰了 在这个势力中 手表摔坏是其中的10% 后面一系列事情 就是另外的90% 都是由于当事人 没有很好的掌控那90% 才导致了这一天成为闹心的一天 试想 卡斯丁在那10%产生后 假如换一种反应 比如 他抚慰儿子 不要紧 儿子 手表摔坏了没事 我拿去修修就好了 这样儿子高兴 妻子也高兴 他本身心情也好 那么随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可见 你控制不了前面的10% 但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心态与行为 决定剩余的90% 这样的故事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发生过 因为抱怨 导致了一整天的不愉快 甚至带来更大的损失 在现实生活中 常听人抱怨 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每天总有一些倒霉的事 缠着我 怎样就不让我消停一下 有个好心情呢 谁能帮帮我 天下只有三种事 我的事 他的事 老天的事 抱怨自己的人 应该试着学习 接纳自己 抱怨他人的人 应该试着把抱怨转成请求 抱怨老天的人 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来诉求你的愿望 这样一来 生活会有想象不到的大转变 人生也会更加的美好圆满 人生 是一次可以选择的旅程 我们无法把控环境和他人 但我们始终都可以把控自己 不满 抱怨 矛盾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反而会让我们吸收大量的负能量 影响健康和心情 不妨试着去建立强者思维 就是当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挫折时 不抱怨 不逃避 迎面面对 直接去解决它 当现实和你的预期不同时 先别急着抱怨 而是怀着好奇 问为什么 然后再去改变 可以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这样长期坚持下去 就不会经常跟自己过不去 跟别人过不去了 对待身边的人 多拥用三步三多的原则 三步不批评 不抱怨 不指责 三多 多鼓励 多表扬 多赞美 如果家人或同事的确有问题 应该怎么办呢 在生活中 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 有人给别人建议的时候 别人能够接受 但是有的建议别人听了就会生气 其实建议的方式是最重要的 就是三明治 赞美 建议 再赞美 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到处都受欢迎的人 优秀的人 都是不抱怨的人 他们总是会把消极的想法 从自己内心中扫除殆尽 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 阳光与希望 让我们学习成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人 进而影响他人 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 活力四射的正面能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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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